大家好,我是穷游的四尘年华 最近这几天的视频都是在去医院的路上 要不然就在医院 检查身体,化验,然后输血,手术 首先先谢谢大多数网友对我的支持 谢谢你们 我自己的视频就是我一个真实的日记 但是同时大家应该也看到了 还是有些人在视频下面就说的很多难听的话 比如说卖惨 我在卖惨 还有比如说我把这个不好的留言我给删了 其实说真的每天说来说去 可能也就这几个人 可能十个人左右 每天都说来说去的 以前可能会更多些 但是以前有些说我的人 你说我没关系 但是你把我家人全给扯上了 我的老婆,我的孩子 还有我的父母 那些人我就给拉黑了 拉黑之后在我视频下面是不能再留言的 但是有些人他只骂了我自己 我这些我都没有去拉黑了 我觉得没有必要 因为拍一个视频嘛 我也想得通啊 既然我是拍视频的 有支持的声音 然后也有说你的声音 这都是非常正常的啊 如果一个视频 比如说我是拍风景的 都说四十年华拍的好 没有一个反对的声音 或者说我现在在医院都说啊 四十年华生病了 表示同情 早日康复 都是说好话的话 那我觉得反而不正常啊 视频里有一些不好的话 我都是能接受的 关于这个视频的问题呢 其实我是想了很多啊 我觉得我这个视频呢 嗯怎么说啊 我又想拍给你们看 同时呢 我又想把我真实的生活给记录下来啊 比如说现在吧 我在医院去看病 其实说真的啊 我拍的很详细 我呢就想把它当成一个 我的日记去拍 比如说我以后 几年后 我回想回想 我现在的这个过程 也是一件 挺好的事吧 就是等十年后 或者十五年后 再看二十年后 然后再说说 在路上的视频啊 你像在路上 风餐露宿 因为我们停的地方 没有房子 没有饭店 那我只能在车里做饭啊 在车里的话 我的车比较简陋 是个面包车 也没有冰箱什么的 吃的最多的就是方便面了 这个时候呢 视频下面啊 也有人留言 你看 又开始装穷卖惨了 我想说的是 在那个地方呢 确实是 有钱 没有地方花啊 你说你花一百块钱 你去买上一碗热腾腾的面条 那都是没有地方买的啊 同时呢 我也希望大家看到 我这一路 比如说我在新疆的时候 可以说把新疆的美食吧 都吃了个遍啊 从新疆到西藏的路上 新藏线条件比较艰苦 吃囊 我当时买了十个囊 然后也基本上是一路的泡面吧 可能路过有的不计站 比如说大红柳太什么的 下馆子 吃个面条 就是一碗素面 三食 我也是吃的啊 然后到了阿里之后呢 大家还记不记得 我第一时间下馆子 吃了一斤手抓羊肉 一斤的话应该一百块钱吧 然后同时一碗面片啊 这些都是有吃的 所以呢 我在路上啊 并不是说一路从头到尾 都是这样省过来的啊 能省则省 省不了的话 我就不省了 同时呢 大家也看到了 到西藏之后呢 到了拉萨接上老婆孩子 从拉萨到 家这一段吧 可以说 每天啊都要 做肉 两三天吧 就要去菜市场大采购一次啊 反正顿顿有肉吃 反正媳妇来的时候 比我在路上吃的好多了 其实我想给大家说的是 表达是什么 就是我自己这个视频啊 是一个真实的 我不想说是怎么样的啊 其实说真的 像这种苦东西呢 我可以把它省略掉啊 但是我想让大家看到 在路上真实的情况啊 而不是在路上 就是每天非常的逍遥自在 这是不存在的啊 我经常说 我每天呢 也在看别人的旅行视频 有些人呢 把这旅途中啊 拍的非常美好 他苦的这一面 他不想跟你看到 哪个人不苦啊 是不是 你去青藏县 你去这个川藏县 哪有不苦 哪有不吃泡面的时候 都是有的啊 在路上的时候呢 我就考虑了很多 我说这些内容呢 愿不要给拍下来 给记录下来 我想了想 就还是给全给记录吧 那在路上 是不是 你说出去半年 总有高兴 有伤心的时候 是不是 我遇到一个 我比较伤心的事情 我在视频呢 也是表现的愁眉苦脸 很难受 有的人呢 就说 哎呀 你看你这个人 心胸狭窄 一点呢 都不大气 我记得有件事呢 也有很多人说我 就是我在阿里的时候 吃了一碗 就是面片啊 那碗面片呢 大把碗汤 然后呢 那个面啊 两口可能就吃完了吧 我说真的 我作为我自己 我觉得量非常少 我就跟老板说一下 我说老板 这么一碗面 这价钱呢 也不低 就两口面 三口面 就大口啊 不是小口 就吃完了 这不够吃啊 这量有点太少了吧 那老板看到之后呢 确实是感觉有点少 老板说 你应该提前给我们说加面 如果大家去过西北的话 都知道啊 这个加面是免费的 我说老板 我给那个服务员说了 我说一进来 我就说 来碗面片 面稍微多一点 可能太忙了 服务员也忘记了 那老板也没有说啥 老板说 再给你下点面吧 然后要不然就给你退点钱 我说那就退点钱吧 我自己做的选择吗 我说退点钱吧 我就说了个这种话 是不是 也有问题吗 我这一路上 建到饭馆 就是比如说牛肉面什么的 我都进去吃 那比如说 就算你在城市里 你没有出去 你每天出去吃这个 吃这个 就是也是吃面吧 就吃这个拉面 这家饭店 吃完了吃那家饭店 对不对 因为我每家饭店都不一样的 我是每天在路上的 那你去这个饭店 突然间 这个面量非常非常小了 那你不要问一下这个老板 你说这本来这个面量都挺多的 为什么会小了 这是件非常正常的事情 是不是 我就不知道为什么 有那么多人说 还是回到刚刚的话题 说了之后呢 我自己也有反思 我说干脆就不拍了 拍了又能怎么样 是不是 但是我想了想 我还是要把它给拍下来 完整的记录下来 让大家知道 这是出门旅游 长期旅游 在外面呢 并不是说那么美好 或者说那么悲伤啊 我高兴的时候呢 我在视频里 我就是哈哈大笑 我难过的时候呢 我在视频里 那可能我要流眼泪 脸拉着 心情非常不好 这就是我的视频的风格 我从来没有去打造我的人设 我在视频里表现的完美 我在外面受了委屈 买东西缺金少两 或者怎么样的 我还要表现的啊 没关系的 这个 我接受 我要保持笑容 我不是这样的人啊 我不知道在看视频的你 是不是这样的人 遇到委屈了 你都是以笑面对别人 或者是怎么样的 我反正我不是这样的人 然后回到家嘛 就去医院 然后住院生病 那都是一步步的 是不是 大家说我在路上脸色不好 我也发现了 那去医院第一件事就是检查 那大家看到了 那化验单确实是不正常 像那个血红蛋白 连正常人的一半只都不到 然后呢 再做全身化验 最后呢 到这个手术 像有些人呢 说的话非常难听 说我在装病啊 这个呢 我也无话可说 如果说你觉得我在装病的话 你也可以去医院里 装一下病啊 让医生 什么的都配合你一下 让护士都配合你一下 然后呢 扎一扎你的血管 然后呢 给你 没事的 你一个正常的身体 给你输点血 好了朋友们 视频呢 就说到这里啊 反正我在路上 遇到什么 我就拍什么 就是最真实的啊 真的是最真实的 包括我在剪辑视频的时候 可能有些话呢 我确实是 不应该说 但是呢 我还要把它给剪进去 因为我不想去 刻意的去迎合 就是看视频的观众吧 一提起我这个人 都是大拇指 心胸大 然后在外面的大气 然后碰到什么事情呢 都是以微笑去解决 我不是这样的人啊 反正 我没有那么大气 我就是一个普通的人 就是这个样子 再说两句 我现在看我两年前的视频 我觉得有些事情呢 我确实是很搞笑 就做的也不对 有时候呢 我还会哈哈大笑 我说 那个时候的我 真的是太幼稚了啊 怎么会有这种想法呢 所以呢 拍最真实的自己啊 再过两年 再过十年 再看看现在这个样子 也会 可能也会哈哈大笑嘛 当时遇到这件事 怎么会这样子处理呢 就是这个样子啊 人都是一步一步一步的成长起来的 如果说 你看到 我的视频 都是竖大拇指的话 那我才三十出头啊 是不是 看我视频的人 五六十的 六七十岁的人都有 那都是大拇指的话 没有这样的人啊 人无完人 瓜无滚原 人无人 没有这样的人 如果这样的话 那我就去刻意打造人设了啊 好了朋友们 就说到这里吧 我有我的缺点 希望大家 多多包容啊 多多包容 多多包容 多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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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包容